各位好,上期我们做了一期打年兽的游戏思路 本期我们介绍一下如何打生肖 打生肖我认为年兽方的胜率大概在七成左右 因为手轮年兽没有生肖技能的传承 存在爆发强势的组合,比如鸡羊龙虎这个组合 如果我们行动手轮秒不掉这一个鸡或者是羊 那么我们估计就很玄 虎得多次强命和龙的爆发伤害 很可能会秒掉我方一个 所以对战生肖手轮年兽的行动是非常关键的 只要我们能够挺过手轮继承到生肖的技能 那么后期就会变得非常的容易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局我是怎么打的 好开始,我们放到四倍速 接着音兽行动 这个音兽还是比较会玩的 他选择清这个羊 因为羊是一个懒妈 首先打懒妈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我们这里的游戏思路是要么打懒妈 要么打嘲讽非常高的人 就是回合力能力非常强的 最起的讲就是懒妈就是这个羊 回合力能力强的就是鸡 这两个是要优先鸡杀的 我们现在收到这个羊之后我们就比较美了 因为我们可以用这个不同例行的牌给我们两个人回血 现在其实剩下的这三个生肖也有一个顺序 我们不是优先打一个防御强的 我们优先打的是防御比较差的 因为这个猴子的防御也是比较强的 猴子有一个深猴的系统 每次杀的一下,杀一下还要判定一下 这个判定比八卦阵还要厉害 你判红之后不能够发动冠石斧的效果 也不能发动青龙咽咽咽刀的效果 所以说身后的防御还是非常强的 狗的技能就比较简单了 它是比较好杀的 因为狗你用黑杀就可以杀它 所以我们这里就优先选择击杀这个狗 好,我们注意使用黑杀,红杀对它是无效的 每一个关卡只要我们能够击杀掉关键的一个生肖 那么我们剩下的就非常简单了 其实次序的话,我们追求速度的话 我们就先杀这个狗 先杀这个猴子也可以的 剩下的就随便打了 现在我们是继承到生肖的技能的 所以说这个年兽会有一个比较强的一个剧生 看猴子的防御还是比较强的 好,第二轮 第二轮我们现在优先击杀的就是这个鸡 鸡的回合力能力是最强的 那鸡的磨牌能力是非常强,做法非常强 一回合自己磨两张,然后再是技能的五张 就是七张牌 太强了 比我们年兽磨的牌还强 只要我们每一关打掉了一个关键的效果 现在我们继承了鸡的技能 我们发动这个有机的这个技能 一回合就是 我们摸四张 同时我们再摸鸡的五张 就是九张牌 一回合九张牌的爆发是相当强的 这时候就是我们 我们击杀掉防御强的生肖 我们就继承了防御强的这个属性 我们击杀高潮风的鸡 让我们继承这个这个爆发的属性 这轮我们打不了这个兔子 兔子有角色死亡之后 这个兔子只要有兔子的标志 我们体力比他大 是没法打 等于也不行 这一轮其实就没有什么特别厉害的一个生肖了 这时候其实随便打都可以了 因为前面的强势的一些生肖 都已经被我们击杀掉了 猪在这里面是不厉害的 那么我们这么一把牌打这个蛇是非常简单的 那这时候蛇肯定是最后处理的 你蛇有一个刚烈 而且是避重的一个技能 所以这时候我们其实只要能够挺过手轮 然后在每一关 我们优先击杀掉一个比较强势的一个生肖 那么剩下的这几个生肖 我们继承了这强势的或者是防御能力 比较强的生肖的技能之后 剩下的这几个生肖就随便打了 你看到最后一关 我们的血球会越滚越大 我们一大把手牌打四个生肖 有可能一轮就秒了 所以这个模式还是比较 比那个打年兽要容易一点 好了 今天这期娱乐局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